看完你看我 看完我再看我 死马队 雷鸟人我看算一下 这是11再加上连击跟神技13技能 13技能副宠的话5技能 神技已经掉了 18雷鸟人最高18 从此的话是5加1 6加11 这是一个17技能 17技能咱们损耗 假设损耗了0.6到0.75 大概是10技能力批 10技能力批 10技能力批配子的话 最好的价格应该能卖上一个1万多 就是工资不是特别变态 就常规资质 打成了的话应该能卖上个5万加 资质垃圾的情况下 直接合了给小龙虾 日亏1万小龙虾高端链要马上开始 正好贼能出12技能 你前面三下保力 10239我们自己看不见 不行还得童子放弃 其实你炼腰真的就是童子不一定要多技能 18技能的炼腰童子也才10技能 对吧 主手技能不用太多 关键是雷鸟人 我们核对技能 飞行作为雷鸟人的天赋技能 雷鸟人的话核出来最高的话也是17 副种副种全是17 幸运不冲突 连机不冲突 来吧 日亏1万小龙虾 今天一天让你 让你回本7天 12技能力批 配子超高 支持 321 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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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核出了 屁股同志 没有成绩不是野生 可以 公公了一把 公鸟很垃圾 防御很垃圾 体质很垃圾 成长简直暴力 卧槽 1.16 这这这这这有点太暴力了 还不如大海龟呢 这支 下面那支大海龟 这个都可能比这支好 无情无情无情 低能耳没事没事没事 物极必反 资质特别差 技能特别多 连机肯定是看不见的 我操连机在第二个 独在第四个 这他妈不用慌啊 超超不过7技能的 你知道吗 可能是神技来出神技 解脱解脱神技 额操还利皮还来了 他妈多早给分保密 这次厉害了 双变数 6加2 再加7 成长一个1.3 一个1.185 真经元宵都吃完 你干就完了 是8加7 极限技能 使我损失 6加2 再加7啊 总共是15技能 15技能损失个0.25 乘一个0.75 这个是把拨11.25技能 然后对不对 有有这个零头 然后化成为整数 12技能啊 利皮童子来了 打开高端的烈油专属界面 点击合宠啊 点 带着利皮的放前面啊 双电输 核对技能 招架不冲突 水吸 一个是水吸 不冲突 法术抵抗将伤害 蹲气 毒 不冲突 3 2 1 给我出多技能 利皮童子 我吃 小龙虾今天 对吧 完成了 嗯 你咋了 嗯 我哭了啊 小龙虾也哭了 可能我跟你讲 练妖不能用1.3宝宝 1.3的宝宝就容易出野生 炸的太厉害了 嗯 炸的太厉害了 刚才是1.3啊 加1.185 综合成长除一个2 再乘一个啊 1.02 极限的成长1.26 其实也不会爆 但是可能就是1.3的副手 容易出野生啊 容易出海龟啊 冷酷无情 无理取闹 练妖结束 好了 兄弟们可以删号了啊 今天小龙虾日盔一万的 差不多快完成了啊 好了兄弟们 这波资源啊 更加暴力了 9加2啊 11技能 11技能 童子这个是双电 再加5满技能 16技能 今天小龙虾要给自己一个说法 一定要看到一个啊 多技能的 胚子 元宵真经已经吃过了 水晶膏 这种子质完全不值得吃 这只宝宝 元宴真经 水晶膏都吃过了 老板暴力 小龙虾暴力 小龙虾 对不对 再一次二 不再三 想亏钱都不知道怎么亏 点击全新的炼妖界面啊 点击和宠啊 刚才一直出垃圾 是因为梧桐一直给我连麦 你看看梧桐不在 咱们什么效果 刚才六技能 大海龟 这把肯定比他强 狗垃圾 给我滚 就他妈是你的事 给我 恭喜你 合作 披射童子 没有泡泡 没有负宠 两个 或者说负宠也是童子 我操野生 你快回来 替我把锅接好 三组练妖 第一组是主宠六技能 第二组是大散龟 第三组 他妈是野生童子 如果是野生的话 我就祝福你技能少一点 感谢漂亮顶格六 感谢龙虾哥给的资源 1.268 资质的话还行 技能千万别超过十技能 魔心前排 反击中间连击出现 技能不会特别多 七技能差不多 驱轨后排最多两技能 神技没了 六技能 这样的话一点都心不慌 一点都不亏 因为亏不亏得看 咱们亏的点主要是带于野生 对吧 六技能 他是宝宝又怎么样 野生又怎么样 反正都是垃圾 而且这样的话 万一是个宝宝 你还得继续电书 继续回路 继续花钱 这回不用花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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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